現在你的花生台 其實 資金來源在哪裏呢 已經有人說過了 你花生台 就可以播放一傳媒的 所有旗下動新聞的短片 就不會被一傳媒投訴 而其他台播出蘋果動新聞 原來是會被投訴的 你說你這個花生台 包括陶君恒 長毛策 還有曹家超 你說有沒有跟蘋果勾結呢 大家心知肚明 因為我們曾經播過幾秒鐘 這個蘋果日報動新聞的短片 都被人投訴的 我不怕跟大家說 所以我們以後不會再播 亦無謂去侵權 我為什麼要侵權呢 我播你幾秒鐘 只不過我們很喜歡就是一件事 因為我們太過講求證據了 我們要是其是非是非 有跟有強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就是基於這件事 這個原則 竟然堕落了陷阱 又被人投訴我們侵權 以後我們不播你的影片 OK 屌你老尾 真是廢人事 給你見逢插針 這樣很容易被你刺死 現在是會 沒有時間要加時罵 屌你老尾 就是我們 我們轉話題了 我們有轉話題了 剛剛我們在播放的途中 其實就收到一個版權警告 那為什麼會有版權警告呢 其實就是因為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播了動新聞 那動新聞是屬於誰的 動新聞應該屬於蘋果動新聞 應該屬於一傳媒的 但是這間CAT communication 是從哪裡來的呢 經我們自己了解之後 這間原來是屬於 叫做什麼 阿星 低俗頻道 低俗頻道 憑什麼擁有蘋果動新聞的版權 憑什麼 就是因為你在YouTube裡面 跟他那個 更加親密的partnership關係 是不是因為你有收費頻道 所以你可以逆權侵佔 別人蘋果動新聞的版權 其實說真的 大家都是做網台的 一些不是可以 就是現在很多主流媒體 都不讓我們網台播他的東西了 其實是 而絕無僅有的 港台新聞台的新聞 應該可以給我們用的 給公眾用的 對 就是大班的時候 那些蘋果是一個小有的 傳媒機構 是可以允許這些網台 是可以播放他們的動新聞 而不是去限制我們去做 屌你老米 你現在這個 低俗頻道 去拿這件事 當自己的私有產權 你有沒有搞錯 我跟各位網友解釋一下 就是 為什麼低俗頻道可以CAM 就是低俗頻道 跟Youtube這間公司 簽了一個partnership的關係 而 我不知道那個partnership的關係 內容是怎樣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或者他們自己 因為他在Youtube裡面 是有一個收費的機制 因為他們的節目是收費的 所以變成了 他是更加積極去保障他們的權 等於歐聯 英超 如果他的賽事 是被人去播放的話 其實他會主動引入一個機制 去detect其他的channel 有沒有聲話 都是抄 他同一樣的content 而為什麼我們現在說 侵犯了低俗頻道 就是因為低俗頻道的節目 都有播動新聞 所以Youtube就認為 動新聞因為低俗頻道最早播 所有動新聞都是低俗頻道的 之後有任何人播動新聞 就是等於侵犯了低俗頻道的版權 這件事忍了很久 因為其實 這是涉及到網台的生態關係 大哥 剛才我們都說過 已經可以讓我們自由播放的 一些網上的影片 的 content 已經不多 而這些事情 你自己都要疫情侵佔 可以忍我們一定忍 因為我們都不想蘋果 以後改變那個政策 就是會 會告這些 他claim自己版權的 content 如果我們要搞大 一定可以 但是是不是個個都 一個個都不播 什麼都不能播 你要自覺才行 如果 你要claim版權的 你首先要跟我們大家的平等 那些事情你不能收錢 但是你現在收錢 你收錢是播別人的事情 你憑什麼 還有最PK是什麼呢 你說我們擺不到廣告也算 最怕是我們擺了廣告 但是廣告 我們這一節做的節目 做有的那些廣告收益 全部進去低俗頻道 低俗頻道根本就不應該有資格 去播別人動新聞的事情 低俗頻道是什麼人 這個是鱷魚 而鱷魚是被誰拿 是不是啤梨 啤梨是一個主打主持 他們不是說很討厭肥佬禮嗎 對 為什麼不是說肥佬禮要落地獄 他們為什麼要播動新聞 對 你不喜歡蘋果傳媒 你是不是用新的方法消滅蘋果 這些真是賊 還有我們 這麼多網台的主持人 給了這麼多內容 錢都不是自己多 你收人錢 你這麼厲害 你自己說 是他們收 拿了我們的廣告收益 這樣才不值得 什麼時候幫你低俗頻道打工 大哥 還有Youtube也是 真的沒有什麼渠道可以跟Youtube去反映 他叫你發電郵 對 他覆就覆不覆就 你怎樣 Youtube不是一間上市公司 香港又沒有辦公室 唯一辦公室就是新加坡 我們出事 你最多是說發電郵 發電郵覆不覆你 可能不覆你的 最多是找電腦給你 這樣就算了 這個就是生態問題 或者叫你不認識Youtube的政策 然後叫你補習 叫你補習 叫你按在網址上 你再補習一下 你補習完才可以繼續讓你用Youtube 死了沒有 還有你低俗頻道也夠賤格 說明是低俗 那他又真的很低俗 人家低俗 你低俗頻道還低俗頻道 你現在做這件事 你現在是由低俗頻道變成低賤頻道 還有一個方法應對 凡是有動新聞 我們馬上上傳去Youtube 先去Camp自己 對呀 是不是要做到這樣 對呀 如果是這樣的話 喂 那誰得益呢 是不是先 那找人做 低俗頻道也拿人資源 如果Youtube是這樣 sense 就是以這個時間 誰播先的話 但其實我也懷疑 低俗頻道 是不是真的 那麼多節目 那麼多節目做 以及那麼即時做 立即可以第一分鐘 他每天都有節目做 他每天都要播放新聞 但我們每天都有節目做 都有機會播放新聞 是不是他真的發到這樣 如果是這樣 最大的問題就是 可能有機會 我節目星期三出街 星期四他就出街 他拿同一段片 一刻開咎回我們 是啊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這麼厲害 那大家鬥做難 即是我立即 第一時間找專人 下載所有動新聞 有機會用的 立即 上載到我們自己的頻道 等你掌握不到錢 我們不會這樣做的 我們不會這樣做的 但我覺得 即是這樣說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是不是會鼓勵到其他 跟Youtube關係沒有那麼好的頻道 會這樣做呢 最長遠來說 你做壞了遊戲規矩 你做壞了Youtube這個平台 那些人到最後一件事 就是樂觀一點 那些人少一點用 惡劣一點 Youtube也是因為這些原因 做難受 Youtube其實都做壞了 那些廣告都九不答八 如果不是九不答八 那些廣告的話 都不需要更改變廣告的政策 但是我再問一下 CAT那間公司 是怎樣查到是低俗的呢 那他們先播了 我們剛才的畫面 CAT那間公司 CAT那間公司 其實之前也有 它轉過一次名的了 而網台呢 只有它一間 是會 是這麼厲害 是逆權侵佔到其他 這個 video content 只有它這麼厲害 OK 我想再了解一下 CAT那個名字 是不是可以找到 是低俗頻道的 註冊公司 還是怎樣 這個更加有 說服的理據 但是 都沒有 我們被迫著 因為剛才我講的那招 如果不是 全世界人 所有做網台的人 會上Youtube 都不可以用動新聞 免得低俗頻道 我覺得 他就不應該做這種事 你自己收錢的 你開了台收錢的 擺明 其實你真的是一個 商業機構 其實 我們都可以叫做非貿易 但他真的擺明收錢 商業運作 你就不要偷人的東西 你偷人的東西 你偷人的東西 利益的頻道 做 是不是 但你現在 你自己的頻道 都收錢的話 那你怎麼搞 你現在有些Youtube 其實 譬如你說 英超也有的 但是你要 登記了帳戶 你有付錢 你才可以看 那些Pay Content 但是 你動新聞 變成Pay Content 一部分 憑什麼 其實我最生氣的是 這麼多個網台 所做的事 白費 全部都入了低俗頻道的袋 不是 你怎麼這麼厲害 大哥 我真的受不了 大哥 我跟低俗頻道 南緣不切 但我做的事 歸功於他 大哥 任何人都火滾 我覺得這個Youtube政策 就真的 我不知道去哪裡伸索 在新加坡 是不是要找人去新加坡 我走一轉 不知道